因為濕疹的人除了我們飲食方面 我們剛才所說不要吃生冷、冬天之外 要吃中藥、健脾之外 戒口也很重要 因為有些病人經常說不斷尾 我經常看醫生、經常吃藥 我已經沒有吃生冷的食物 為什麼還有皮膚病? 主要是因為他吃了一些食物不適合 例如蝦、牛肉、牛奶、雞蛋、花生 這些食物都容易引起濕疹復發 這些基本上是煮的時候 是否所有藥材一次過放進去或是分先後次序 這三款湯水的藥材都不需要分先後 都是可以一起煮的 就像煮涼茶和酒精進去 在家裡煮湯 所以會用一些比較簡單的 每天都可以在家裡煮湯水來飲用 剛才醫師說過 內服的湯水可以幫助我們調理脾胎 萬一我外在很癢 有沒有藥膏或者止癢的方法 可以令到我不拗得那麼厲害? 有時候癢是很難抵擋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醫濕疹是整體配套的 最先會由病人每天洗澡的時候 我們都會要求他用有藥性的蕃茄 不要用坊間有些比較簡性比較重的 洗完糧之後人比較乾 對,更癢 所以我們用蕃茄會有些天然提煉出來的 或者帶有些中藥的蕃茄 我們可以用蕃茄 之後我們會 我們中醫師還會配一些浸洗方給病人 根據他不同的症狀 他是急性下急性下 或者他是皮虛而引致導致的濕疹 我們用不同配方的中藥給他浸洗 至於有些特別癢的 有些癢得比較重要 我們另外還會有些浸劑 給他噴進身體裡 有止癢的作用 噴劑應該很厲害 一噴下去就涼了 對,因為他會有清涼的作用 中醫用藥有個好處 就是我們全部都是用天然草本 我們不會有這個類固醇 類固醇會影響到身體 對,因為有些人說吃類固醇吃得多會有痴肥 有些人如果用類固醇 藥膏塗得多的皮膚又會變厚 用這個中藥就會比較溫和一點 不會有這個問題出現 當然中藥的藥性始終沒有類固醇那麼強 所以用中醫藥來治你濕疹的人 就一定有耐性 我們看過那些病人幾乎一年才好 他開始的時候都看到心灰意冷 他都打算一輩子 他問究竟好不好 他的病人會說 我錢給了我不要緊 我醫不到我浪費我的時間 我經常吃藥都很辛苦 也會的 所以我跟他們說 你不一定看我,你看任何醫生都是 你看著一件事就是 你自己記一下 你每一次這個濕疹發作的時間 你吃了藥之後 他每一次翻發的時間 有沒有間隔距離長了 還有每一次翻發的時間 嚴重性有沒有減低了 一定一翻發可能全身都是的 我吃了中藥之後 我的方法好像臉沒有那麼多 某個部位沒有那麼多 代表有好轉 有進步了 那你就可以繼續下去了 當然你真的要給點耐性 不可以說兩三劑中藥 長年舊患就可以斷尾 這個基本上是沒什麼可能的 我聽說有些人有濕疹的時候 可能夏天就沒有 冬天就有 就是詭智性的是不是 那有沒有說有些什麼方法可以 譬如我明知道冬天有的 那我就冬天特別更加可以防禦呢 其實濕疹剛才我說過 主要都是天氣空氣 因為濕人氣 所以叫濕疹 那但是它另外一個特性 就是到它慢性的時候 它就會出現這個血虛風噪的現狀 血虛風噪現狀就會拗得比較緊要 那麼在這裡就會代表了 它有不同的症候 當它濕重的時候 人的濕重的時候 它就在春夏天就發作得比較緊要 但是當它屬於血虛風噪形 它屬於身體比較乾燥形 那麼你到了秋天 秋冬天天氣開始比較乾燥的時候 那時候它又會發作得比較緊要 但是這兩個人會不會說 我是血虛風噪 我永遠都是血虛風噪 不是的 都是條理 是啊 當你春天的時候又變了濕重 到你秋天的時候又變了乾燥形 所以這個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調理好你的脾胃 哦 當你的脾胃好的時候 你的濕不容易積聚在身體裏面 很容易被排出體外 那時候就算你到春夏天 很潮濕的日子 你都不怕說會再犯法 另外有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那些媽媽 或者家庭主婦就比較多一點 就是主婦手 其實聽說主婦手又是類似濕疹 也是很手未長的 是不是 其實主婦手 它也是皮膚病的一種 它跟濕疹不同 主要的分別就是它不是 好像濕疹一樣 主要是濕引起的 或者是皮胃虛弱引起的 主婦手很多時候都是肺胃虛弱引起的 我們喜歡說肺主皮膜 表皮都是屬於龜肺本的 主婦手很多時候有些類型 它就脫皮 不停地拾手指都脫皮的 另外有些就是生一些水脂 很小粒很小粒一串 一個小粒洗的 它的特點都是癢 很癢 經常拗的 經常拗的 肺胃虛弱有關 而另一方面 就是除了肺胃虛弱 就是它接觸洗潔精 有化學 油污 那類呢 為什麼說有些人不會有 有些人有呢 就是剛才我說過 手指很容易接觸 我們經常摸的東西 還有手指 有些人剪指甲 照得太深 又會剪損了 感染到細菌 有些人手指比較乾的時候 那些指甲旁邊 又會脫皮 生悼刺 有些人生悼刺 就這樣撕掉它 或者這樣咬了它就算了 其實這個是好不好的 就是你撕的時候 用力太多就會撕損了 其實那種損 就不至於令到你說要包紮它 或去茶紅藥水 或去茶藥水 有些人就算了 你撕這麼多就有它 但是呢 你不知道那裡 就是最容易細菌入侵了 是的 當你接觸油污 當你接觸洗潔精 那些化學物品 就在那個部位入侵了 那我們如果萬日在工作上 真的經常要接觸到一些簡易 類似在髮型屋洗頭 或者是洗衣服要洗衣服那些 工作上的 那應該怎樣去保養這隻手呢 其實最主要就是不要讓手有破損 為什麼不要讓手有破損呢 就是要保持這隻手不要太過乾燥 不是太乾燥 人會不自覺 可能睡著了都會咬痕 不咬都會咬損 如果你的手是保持滋潤、濕潤 那它就不會那麼容易破損 那不會破損就不會那麼容易 接觸到這些令到你有主婦手的細菌 那還有一樣呢 當然我們說要接觸一些比較柔的 我們要戴一些保護的手套 那保護的手套我們也要講究 不要買一些不透風 太過局促那些手套 那如果我們用手霜的時候 那會不會說有些特定的 就是防止主婦手的手霜 這個可以用 另外一樣主要是它有保濕作用的 特別是它有滋潤作用比較強的 手的手霜我們都可以的了 那當然如果有了主婦手的時候 那我們說除了用中藥用這個條理 其實做一些針灸 或者做一些拔罐 即是手指那裡放血 那對主婦手都有幫助的 即是譬如拔罐都可以的 是的 即是小型的 都很小的 是的 用一些很小的罐來拔罐 即是主婦手其實都不難的 其實就未必是脾胃 就可能變成肺部這樣的問題 都可以用中藥去調理回去 主婦手最主要就是 因為你不停地這樣去 即是家庭主婦 你又要洗碗碟 又要做菜 即是你經常接觸到油膩 又骯髒 所以你就不斷尾了 所以如果你要斷尾的時候 你要斷尾的時候 就真的在治療的時候 就要好好保護一隻手了 不要長時間戴手套做事 做一會兒要用藥膏來滋潤一隻手 這樣的時間它都會有斷尾的 那有沒有好像濕疹那樣 即是怎樣去調理身體 會令到主婦手沒有那麼容易翻法 主婦手 主婦手呢 剛才我講的主要是肺 肺不是那麼好的 在剛才所講的肺和皮 其實關聯都很大 我們說中醫有一句說話叫陪土生金 肺就是贖金 這個肺就是熟土的 所以在這裡我們會用一些健肥潤肺的湯水 這個如果要健肥潤肺的湯水 我會建議用一些村貝 淮山 白盒 這個白灼 來煮這個豬肺湯 這個湯水呢 或者加一些白果 這個湯水就會針對肺的功能 和皮的功能都相當好的 今天真是麻煩你 任義士 和我們講解了很多關於皮膚上的問題 這一節時間就差不多 我們稍後回來再見吧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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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集